現在2024年 Leica M240 系列 還值得入手嗎?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之前有朋友留言想知道 M240 多一些關於這部相機的資料 這次跟大家說一下這部相機 首先這部相機有黑色 還有銀色的 是2400萬像 跟M10、M10P 是一樣的 在JPEG 方面的顏色比較濃郁 如果DNG 作一個調校的話 其實跟M10 是非常接近 之前用240 拍過很多很多的相機 現在就跟大家去看看 這些相機到底到現在2024年 是不是還是很漂亮呢? 去片 這張相機是用一支七枚 配搭240 拍的 為甚麼跟大家分享呢? 因為我覺得它最漂亮的地方 就是細緻度很足夠 雖然是2400萬像 但你看到鐵通的細節位置 Micro-conscious 仔細度是很足夠的 而且配搭剛剛黃昏的感覺 有些直揚是打斜的 這樣可以射過來 更加演繹到那種質感 這張本身是彩色的 我轉了去做黑白 是一支Wide Angle 21 2.8 ASPH 的鏡頭去拍的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雖然是一個人像 是一個透明體的造型 但看到很多細緻 感受到那種質感 看看一個戶外的大景 用了一支21 2.8 鏡頭去演繹 看到天很漂亮 細緻度每一樣的地方 都能給予你一個交代 這張照片是影友給我的 我很喜歡這張照片 是因為很有氣氛 246 演繹出來 是特別有感覺的 在晚上 只要你用一個腳架 拍一些燈色 出來的細緻度 以及光暗的演繹 都非常全神 去到餐廳室內的環境 簡直是把現場帶在電腦面前 我很多時候都說 主要的著眼點 其實是在鏡頭上 就像這張照片 用了一支大光圈 五十一點形去拍攝 完全有一種港股仔的感覺 E40 的 Wide Balance 就不是很準確的 但當你點回一個正確的 Balance 整張照片 都可以很正確地演繹到那個色溫 就像這張照片 當初拍出來是偏黃的 我只要調校那個白色 其他東西全部適合了 看到旗袍的質感 還有兩顆流的紅藍的交替 就不會互相掩飾 臉和手臂的膚色是很漂亮的 雖然E40 的最高可接受 ISO 就大約到1,600左右 但這張照片大家可以看到 雖然用LED燈去做一個照明 出來的效果我覺得都相當不錯 這張是在大器的後台 四圍的環境都是偏暗的 這個現場的環境氣氛還原 是做得很全神的 上篇大家看過 相信大家對這部相機想了解更多 其實Leica M240 在2012年的9月是發行的 之後出過MP240 M246 就是一部Monocone 還有就是M262 M262就是無得Live View 無得拍片 還有就是MD262 MD262反撲歸真 簡單是美 連Display都沒有 當時就不是很多人入手 覺得螢幕都沒有 但反而價格是貴了 但去到時至今日 反而很多人想找回M262 而且價格比240系列都貴不少 240系列是在M9之後 第一部的Full Frame CMOS的相機 是2400萬像 有Live View 以及可以拍片 LCD的Display像素是92萬 電池續航力比M10更加好 是1800mAh 還可以配合EVF 可以插在上面 做Live View的動作 Olympics的EVF 同樣可以兼容 在放大比率方面 是0.68X 相信大家最關心的是 選擇這部機的時候 有什麼地方要注意 首先最重要的 我相信就是Sensor 你可以在裡面選擇 Menu 是將Sensor打開的 選擇了Sensor Keenning 現在就打開了 你可以用電筒照一照Sensor 看看有沒有花 還有就是按鈕 逐個試試 例如這個Speed Dial 你可以打開Live View 然後扭個Speed Dial 去看看它會不會轉 還有轉得對不對 上下左右的箭墜 還有Info 還有旁邊有6顆的按鈕 試一試 在前面 還有一個Live View協助的按鈕 是幫助放大用的 這裡有一個撥韜 控制多功能加減的 這個HotSuit位置 可以插EVF2 留意看看有沒有蓋子 因為很多時候 前機主可能用了EVF 將蓋子拔起了 如果可以的話 就盡量和前機主 拿回一個蓋子 因為買回來 也要幾百元 當然要試一下拍照 還有拍片 拍片的按鈕就在頂上 然後上片就放大看看 有沒有什麼問題 還有一個小分享 就是當你調校ISO的時候 很多朋友都說 我ISO是怎樣轉的呢 其實ISO鍵是要 保持住ISO鍵 然後動作撥韜 去調校的 這裡做一點總結 M240到現在為止 其實已經有12年的歷史了 簡單來說 都是一部好機 它非常穩定 雖然偶爾會有手機的問題 但是只要把電池 拔出來的話 reset這部機 其實就可以了 它也是唯一一部 M機數碼可以拍片的相機 很多朋友都會情迷路同 分別有M8.2 M9 M9P M8.2 就太久了 也都很少見 而M9 有CCD的問題 新手我覺得就不太建議 而且電子產品比較久 都容易有問題 還有就是M10R的BackPink 但價錢就非常貴 數量有限 現在都很少會看到有 所以M240系列的BackPink 就最容易選擇了 在ISO方面 可接受的最高ISO 大約是1250 或者是1600 雖然不是很高 一般情況都會夠用 在用家體驗方面 M240會比較厚 和重 勝在CP值夠高 其實是省錢 用來買鏡頭 是更加化算的 說到這裡 大家可能最關心 就是價格方面 到了2024年 香港Leica的M240 大約是2萬元左右 當然視乎成色 有配件 還有有沒有包裝 而MP240的話 就要用膜2600 是新手入門最好的選擇 不過在試機的時候 就真的要試清楚 我都有一個痛苦的經歷 之前有一部MP240 試的時候是沒問題的 但隔了幾天 上部份是失靈的 包括Shutter Speed Dial 最終是傳送到德國Leica 作為維修 費用是接近16000元 已經維修了接近半年 到現在 這部機器都未拿回 所以大家朋友 如果是買機的時候 就找一些雙熟的朋友 或者是有信譽的雙鋪買 祝大家成功入門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用 就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以及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